我一入行,打算橫掃娛樂圈,一炮如航,拿三界影帝 我打立都講心態,有諸內盈諸外 就算不行,打立講什麼心態 打立講方法 我知道我為什麼演戲厲害的人 是因為我不接受,我跟其他演員一樣 我很討厭那些,經常說自己是演員 然後Filipe做了就走了,我不行 我想繼續演戲的原因是 我覺得我要對自己有個交代 我要告訴自己我是對的 我從小到大都覺得自己可以 電影冰相 你們在聽的是234頻道 我是鄭經基,而我做的事就是消防員 我安排的事就是消防員 以下樂容 純粹嘉賓主持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事 哈哈哈哈 這個星期又有回來 回來啦 short cut short cut 我們有回來 我醉了 你醉了現在 醉了現在 你喝了多少瓶? 昨晚我喝了很多 現在下午 下午四點多 我還沒醉完 聲音都開不了 為了二、三、四的廣告 年輕人喝了這麼多 我真是傾盡全力 真是 找食艱難 真是找食艱難 因為很多人都不知道 其實香港很多企業家 公司 很喜歡喝酒 不是 很多錢 他們都知道 都不知道 網上世界是怎樣 當然 很多人都不知道 他們覺得 第一 就是網上世界 必然免費 是必然免費 你幫他做事 可以 然後你問他 商量價錢 要錢嗎? 要錢嗎? 這些網上是免費的 因為他跟你說 女生在家裡按一下按一下就可以了 對 我心想 你不是愚蠢 你做那麼多 生意 你竟然不知道 這個世界 是要付錢的 真是 很難商量 你盡量商量 還想死 喝到我 不用死的 今天講甚麼? 今天是你定的題 我已經定的 舊時定的 之前 都是前一個星期 前一個星期 我厲害 一失業就是當老行 後面衝過來 首先壞了洗衣機 昨晚冷氣都壞了 然後我上網看 洗衣機我厲害 即是你懂得弄的嗎 不是弄的 我都是帶一些資訊給大家 我不知道是否大家全世界都知道 只有我一個不能知道 我壞了洗衣機之後 要想要換 洗衣機都幾千元 我又不是大眼雞 上面揭蓋那些 都幾千元 首先第一個動作做 當然是上網搜尋一下 有什麼牌子 有什麼好用 我用的是金章 金章就是歐洲機 歐洲機的蠍蓋式 也ok的 這個算是 好像大眼雞更浪費 大眼雞更浪費 大眼雞更浪費 因為大眼雞洗了很久 大眼雞就向著 過幾分鐘才洗完 就是被丟 возь貓 сум thinking 好像是蠍蓋 蠍蓋蛋雞 是蝴筒色的 你的蠍蝴蝴蝶 大眼雞就是 用貓拿去洗 你看著貓在那邊洗 我都是上面蠍蓋 都是有膽子摻摻摻,但在上面摻摻,不是下面摻摻 上網搜索看看哪些好用,哪些不好用,有沒有什麼 feedback 看看買什麼價錢,我那一部都用了很久了 我已經用了差不多10年了 洗機很少壞的 也不是,你不要說現在摻摻摻摻的皮帶和鼻震壞 那部機器是自己跳出來的 你洗的時候叫你媽媽坐上去 也可以的,如果你可以坐上去也可以,但它越來越大聲在裡面摻摻 你跟媽媽說,媽媽現在有一個新節目,大哥洗東西你要坐上去 先訪問他,坐上去接著訪問他,你有什麼感受 上網搜尋了那些人就說用西門紙,很興奮 說不要買那些,用幾年就壞那些 我想一想,用金章穩陣 想著做的,上網看那些人就說,你做什麼 網上有時候,在這個過程裡面,我覺得其實挺好,挺方便的 首先上去問人用什麼牌子,看看人家介紹什麼牌子 第二就是,整理吧,那些人就說,你按鈕,整理吧 只是上來看看,都要三個稅 連買那些零件,濕濕清清,起碼要1000元 他說,你到尾,你機身,買過了 最便宜的那些是1000元 他說,你機身,用了多久,那些人就回答,都用了7年 他說,買吧,那我就不用想了,那一部用了10年 那我就買了,上去Price.com搜尋 找了金章,上去Price.com搜尋,打去那些大牌子那裡問一下 問一下哪一套介紹,就拿了他的號碼 我就再在Price.com那裡打下去,看看哪一間最便宜 那就不要去門市買了,門市就很糟糕的 門市起碼只有你五至八個了,最少 結果在門市看那部洗衣機就要4000元 那現在打去買,我是沒有見過那部機的 純粹在上網看而已 打電話去問他,明天送貨 就是我今天彎,今天打去,不用付錢 第二天送貨,送到上來才付錢 那他第二天就立即送來了,就立即買了那部機了 他說,我可以收到那部機了 那我覺得很方便,你又不用去選擇,去看,去買 那機換機,然後我把我的機,晚上十二點 第三天就壞了 我把我的機推出去外面,其實有點糟糕 那部機還沒壞了,那我推出去外面 就放在外面,寫了一張紙,寫著還沒壞 歡迎使用 就是你只不過是太大聲 都不是他都開始說,其實是要換一些 你就是這樣欺騙,所以我寫眉壞 不是,是眉壞 眉壞了,他應該說 那就老實了 你說作為一個洗衣機,他是洗到衣服 都不叫壞 但洗衣的過程,你說吵,震 不是很乾淨 那些都不算是 都不算壞了 在我推出去,我特意等十二點才推出去 因為我自己內心是有個協究的 其實是有人用兩塊水,一塊水就跟我收 但我覺得這樣收了就會有點浪費 因為在我的村子那裡 收了,可能他自己懂得整整個 那他賣給別人,就這樣浪費 收了那些賣給別人 因為我的村子裡,都挺多的那些 我自己覺得,貧補戶或者是一些 沒有沒有沒有 我自己知道 倉村已經發了 不是啊,他算了 你以為那些收拾垃圾那些,很有錢 原來現在說 是他那些工人窮 那些說什麼退休保障,收拾垃圾那些 都給他一些老人保障 原來那些很有錢的 那些個個幾千萬身家 我也認識一個很有錢,有幾層樓 但他還在收金錢 那些很有錢 那些,不知道為什麼會這些人 真的 很厲害 我等12點才退休 其實心裡有些悔究 因為如果沒有人收拾,垃圾店怎麼收拾 那個機器更難重 雖然他都有輪子可以拉大 其實要人收拾,我也不好意思 但我自己覺得 我無論放些什麼出去都好 很快會被人收拾 無論那些電腦桌,椅子 總之還能用得到 一定有人收拾 尤其是,我不是歧視印巴那些 尤其是他們那些 我看下去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們很有錢 我經過看到他們的房子 都比較簡潔一些 我覺得他們都很適合用一些 有時可能會 適合用一些東西 他們可能會拿去修理一下 有時我扔東西出來 都很快會沒有了 我覺得放在那裡 我深信是會有人拿 但在心底裡 我是有份挾救的 因為我知道如果沒有人拿 都很混蛋 怎麼搬呢 我拉上去都還 你放在哪裡 放在樓下 屋邨的樓下 屋邨的樓下 一定有人想 我貼著未壞 今早起床就馬上沒有了 然後有沒有人再貼一張 未壞,你放在那裡幹什麼 我是想著 然後你又再貼一張 我也是想做善事 然後他又再貼一張 你以為我們這條磚很窮 雞弟 習慣了WhatsApp文化 然後你再次一個icon 兩行眼淚 就是這樣追到那條女 那個情緣就是這樣來 還有七十幾歲那個 所以我覺得如果太大 結果有沒有人收拾 我收拾了 多久呢? 立即收拾了 我12時推了去今早起床 一出門都已經沒有了 很快收拾的 我相信收理到的 他們很多的 很多收理了 寄回南非 或是寄回南非再收理 因為今早那個不知什麼公司 已經打給我 就是昨天來跟我設計機 他已經打給我 喂 你的機器扔了沒有? 扔了沒有 我說我拿出去 沒有了 他說不是吧 對 如果不是他就來收 通常我們都要用這個服務 不是要付錢 他要付錢 但是他查了你 他有這個服務 因為每個冷氣機 底部都有很大的鐵 那我就不知道 洗衣機 通常洗衣機 通常洗衣機 日本的機器比較好 譬如歐洲機 大眼仔的機器 一搬完 就會坏了 抖得很厲害 他不是幾部機不能用的 他最主要是拿裡面的鐵 鐵 因為鐵很厲害 那塊鐵很重 尤其是歐洲機 那塊鐵很重 幸好我們經常搬到三樓 搬到避下 很多人搬房子 搬走彎 一早就要去買大陸機 你坐過一些 不用那麼辛苦 那條線 買一些歐洲機 大陸機最好 那個師傅之前是法國做的 然後那個師傅就說 現在沒有法國做 我說不是吧 然後他說不用怕 波蘭做的事情改造 最重要不要大陸做就行了 大陸做的機器是最好的 我知道會爆炸 當然不會爆炸 你洗機爆炸怕什麼 裡面有水的 是 一邊爆炸一邊淋色 流電 多方便 流電流水就夠了 不會的 大陸機最好的 有什麼好一個大陸機 都耐用的 三千元用十年底吊到爆 那看你洗多少衣服 我都一直洗 那都ok的 ok的 我自己覺得 現在最便宜千多元 好像是 有些大陸機是千多元 日本機也是千多元 Made in China 是大陸做的 那是日立的 那日本也會做洗衣機 那重點你知是什麼 那個洗衣機壞了 換了 一開冷氣 那開冷氣 又開始壞了 真是當鄭老肯 真是舒服了 那你就再黏一張紙 在樓下那裡 每天我就丟了洗衣機 接下來即將 麻煩你丟一部 用得的冷氣機 大家交換 這樣吧 冷氣機是哪隻 你知不知道冷氣機是哪隻 哪隻最貴 我現在在看 你想你是分體式 J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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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錢 兩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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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千多 六千多十歲 我有個朋友做冷氣 我也不知道那隻貴 然後原來大金是最厲害的 大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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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金一部有萬多人 哇 這麼貴 不是 只要你看到功能 有些人做暖氣 不是 大家用冷氣都差不多 五千元 他有個什麼眼 神經病 大金有個什麼眼 是他感受到人在哪 這麼貴 例如冷氣 我們三個在這裡 他感受到 現在基本上新出的那些機 都有耳光功能 沒有人他就不肥得那麼厲害 沒有人 你買冷氣機 他收斂一點點 你不是買那隻 Facebook裡面那隻 是很小 充電的 就是拿著的 啊 你Youtube那些 可以推進窗裡 是嗎 是 有一個綁 那隻還是Kickstarter 去研發 不是 年底有 賣賣今個禮拜 今個時間 但是你有窗位 你是要上下拉的窗 你不可以左右 就是是外國才有 外國才有 外國才能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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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屋邨可以 屋邨你住過 大家住屋邨 你都明白 都說了很多次 單邊窗 我都覺得很節奏 開冷氣 整間屋都開了 一開冷氣就吹了 我覺得很節奏 那不是你想怎樣 開冷氣整間屋 吹了 整間屋 叫做節奏 加冷氣 如果他吹不到整間屋 就很熱 怕你趕到整間屋是整條村 不肯提 例如你們現在住的 房間還房間 差很遠 入房間開部 四分三也夠 兩個人睡覺 或者女兒睡覺 開部四分三也夠 我不肯提 我肥肥足 兩屋是又睡 這些不是住公屋的人 大愛精神 最好駁在旁邊的屋 張Sir有些睡自己的房間 對面屋都享受到 最冷 駁在旁邊的屋 剛才買了兩套大金屋 那兩套阿嬸 我想跟他說 不如把一套猴子 抽些過來 駁在旁邊的屋 駁在旁邊的屋 你用不完就過來 不是啊 我老婆開飯不同 她是開廳那個 因為她太深入房 因為她怕吹傷 那些女人很怕吹冷氣 大陸人就是這樣 大陸人 大陸的公司 最奇怪的一件事 她是開行冷氣 但她會開窗 有些生風 這是分體式的問題 分體式 因為她有些生風 要有生風 有些生風 我經常都說 她不是開到沒有雷工那麼遠的窗 即是冷氣在旁邊的窗 她在旁邊開行窗 那要是隨便沙漾 那不可以的 真是脆脆脆脆 所以冷氣這個也是難搞的 我有一部移動冷氣 是呀 裝修的時候 是呀 我自己的移動冷氣 還可以的 昨晚也很涼 那部移動冷氣 哇 真是沒得頂 真是越開越熱 因為她 她是要有一條喉 是呀 你放一些熱氣 對 駁到窗 那我沒有理由 她把窗子 弄個洞 那你搭去廚房 關了廚房門 我就搭去廁所 搭去廁所 在廁所下面 廁所就暖氣了 廁所不是暖氣 是火爐 是火爐般那麼熱 是熱到那些洗頭水 我家裡的房間 我家裡的廁所都很大 那些洗頭水 簡直是啪啪啪啪起泡 是很熱 那麼熱 然後第一 不行了 然後用一個很原始的方法 就開一點點窗 這樣就放出去 但我家裡是雙倍兩層窗 所以我第一次開頭弄的時候 我外面的窗我沒有開 只是開裡面的窗 塞進去 即是用中間的位置 即是窗與窗中間的位置 來叫做透氣 為什麼不行 真的太熱 熱到窗都爆 唯有兩邊窗都開 把口子S型伸出去 但是那些氣是沒有那麼快推出去 那你就開了抽氣扇 沒有抽氣扇 廁所沒有抽氣扇 廁所沒有 抽氣扇不夠抽 都不夠抽 這樣很熱 很熱的 噴個位置出來 火山那麼熱 你洗衣服就叫工人放在那裡 很快乾 不是很快乾 是即乾 你把棉胎浸到濕了 浸到淋了 滴了水 你放在那裡 我包你五分鐘乾 熱到 那你做完乾煙就可以了 然後那一刻 攪拌了很久 又黏膠紙 又整個 攪拌了很久都不行 現在裝修完了嗎 現在弄好了 現在弄好了 然後就沒有用過 那一部的混蛋 四千多元 大佬想哭 寶寶豬好難吃 麵臭的 不要 等等寶寶豬 讓我先吃一口 真是臭的 等等等我來 伙記 喂 你的雲吞麵 臭的 又說很出名 是出名 蛤 出名臭嗎 那你有沒有其他東西 不臭的拿過來 都是臭的 你當它臭豆腐那樣吃 觀感就會合適 天真 想吃好吃的雲吞麵 當然去759雲吞麵 759雲吞麵 對呀 跟我來吧 759雲吞麵 我也覺得比我們好吃 麵麵麵麵麵 吃你煮的麵 粗麵有麵 拉麵有麵 又有手打麵 759雲吞麵 麥食檔三餐 大家好 我是劉翁劉家雄 你們聽的是234 Channel 現在香港的網台 百花齊放 原因是因為 我們的主流媒體 無論電視 報紙 就算是電台 都沒有什麼好聽的 多一個網台 就是多一份聲音 所以請大家支持234 所以這個公屋的設計 是很絕衡的 我真的覺得從小到大 我都覺得 沒住過你真的不會知道 如果你一出生就住私樓那些 你永遠都不會知道 公屋那個 冬冬夏業那個 那個反應 冬天例如你出去洗澡 或者在柯市 真是神經病 我覺得香港人 每個人一出生到死的人 應該住 有三年住公屋 要住一住公屋 好像做學生 要住宿舍 一定要住公屋 公屋那個設計 又怎麼說呢 又沒有一頂 由最原本的 H型那些 即是七層那些 去到我們那些 進步派 舊的廁所在H中間那一隻 由那一隻開始 很多色狼那一隻 洗澡要出去洗那些 去到那時候 沒有收貿瓶 冷氣都沒有 H型很多地方都有 很多地方 現在都還有 不過不是 H型 中間的廁所 我知道 秀侯平 以前是 牛頭角也是 牛頭角也是 很多地方都是 不過我覺得它設計 就是廁所在中間 我住的屋邨已經高級了少少 那一隻有幾年了 五十 四十年前 你住在四十年前 四十年前 四十年前 即是自己的屋裡有廁所 那時候 你有廁所那些很厲害 我一住已經有廁所 那時候住在石尼貝 石尼貝 石尼貝 即是分一座二座三座四座 即是還沒有什麼樓 很多人跳樓 石尼貝很多人跳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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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每個屋村都跳樓 不是以前 即是現在不同 現在分散 石尼貝那時候我住第三座 有冷氣嗎 沒有 沒有 那時候天氣很舒服 那時候很舒服 中秋 中秋是穿飛機靴的 不用冷氣 不用冷氣 不用飛機靴 一格格連著棉的那些 那些棉的那些衣 有拉鏈 我都叫飛機靴 因為好像開飛機 噢 我知道 真的我老過你們很多 我一刻想不起來 說到飛機 飛機靴 我真的想不到那個靴 零形一格格 我知道 就貼著棉 怕他們走來走去 是高級東西來的 高級東西來的嗎 高級 在那些重辦屋 大院那些才買 有嗎 不是 我媽媽也是到處買的 天氣是比較平均一點 那時候是的 我們那時候住在 如果你說住屋邨的時候 最麻煩的就是 其實就是因為 你在下面逛街 因為那時候還沒有 很健全的垃圾房 人流行就扔下去 賺東西也扔下去 而馬筋也扔下去 有好又不好 這一下 你小時候沒有錢買鹹書 在樓上還扔給你 我們那些路由車都在那裡收拾 雖然不是 雖然有些送汁 什麼送汁有精 那些 揭到那一頁屌裡有精 還是新鮮的 那些在樓上扔下去 你就不要走來收拾來揭 你是用腳踢開去看 你不是拿回家 用腳踢開就算了 一頁二頁 有個年輕人還用病套來吹 還說氣球 然後吹了病套 然後一吹 本來吹脹了 本來沒有力氣 因為很兇 一吹脹了 病套 不是媽媽 裡面全部吹回到嘴裡 有精 精焚 不是媽媽 精焚 到什麼後期才開始放冷氣 很後期 很後期 我小時候石梨村 那時候 一百尺尺 都不知道有沒有 第一期 都很大 一百尺尺 我老爸老母 兩兄弟 四個人 都是住樓架床 一定是要一百尺 一百尺都未夠 你還想四個人有四張床 廚房最多是放一個火水佬 一個火水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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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廁所 基本上 都是要 很高的 我記得廁所 不止一百尺 整間的 很小的 那一隻很小的 那一隻很小的 那一隻是 現在還有的 在 還有沒有 東大街上面 有一條什麼村 名字很溜溜的 在同學的時候 蝴蝶村? 不是 蝴蝶村很厲害 東大街再上 東區醫院 另外一邊 剛剛東區醫院下山 對 那一家六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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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家八十尺 八十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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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件 兩大四小 兩張 撞架床 撞架床 撞架床是三格的 撞架床是兩格 那有兩個要躺地 如果六個人 就是撞架床 與撞架床之間 大概有兩尺位 就躺一個人 撞架床與撞架床之間 床尾後面有一個位 就躺一個人 剛剛好就一二三四五六 還有那些廁所 是你要纏高上去的 坐還是蹲 那時候還是蹲 那時候還是蹲 要纏高上去 他大概是較高一點 是的 我弟弟很喜歡 但其實較高了有什麼好處呢 不會漏水 高了有什麼好處呢 我想是他們整個塔的設計 那是塔套套了下去 所以要遇上那個位 否則他就走到別人家屋 照後 沒錯 應該是這樣 別人家屋的屋頂 短了一尺 我朋友現在住在深水埗 新的 浴缸都落了別人家屋 他家是看到別人的浴缸 別人家是看到他的浴缸 是嗎 深水埗的大眼 我知道 是嗎 這麼厲害 你就欺負一下他 沖這麼久啊陳先生 你會看到浴缸 他會看到別人的浴缸 有沒有說 沒有影響 基本上有你 可以交流多一點 但那時候我會轉穿浴缸 在下面 除非你下面又轉穿了你一個 他那個然後放在攝影機裡錄他 錄他洗澡 會滴水的 鋼缸 你想想整個工程搞多久 都很複雜 除非他天生麗質都不值 不如你直接提出這個 問他可不可以 你跟他洗澡 你直接上去敲門 分分鐘他可能下來敲門 他要洗澡 不如一起洗澡 你不跟我一起洗澡 我就轉穿你 你自己想想 因為屋邨 只要整個屋邨 有一個人裝冷氣 就整個屋邨會 當然 因為那些熱氣都噴出來 旁邊全部瘦 就想到旁邊那些都可以安 因為我那時候住屋邨 我是很後才安冷氣 即是熱當含家產 即是含家令 因為你一開風扇 就抽了一些氣氣出來 黃昏還可以在騎樓 因為我屋邨是亡海的 屋邨住屋邨是亡海 是海景 是維港景 是煙花景 那你是黎德邨 黎德邨 山山 那時候黃昏的時候 還可以在樓台看 一陣海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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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從村裡有很多人裝冷氣 一出去 那些熱氣 噢噢噢噢 你撐不住 有些人真的要由朝開到晚 那些人很冷氣 我覺得從朝開到晚 那些人 我裝冷氣去到第二條村 二、三年級的時候搬 就搬到橡山村 那裡 那些開始是井營那些村 那裡就風涼水冷 是嗎 都是去到很後期 差不多我都搬走的時候 我爸媽才再裝 定不算 因為旁邊都裝 那時候幾年班 那時候中學畢業 我也是 我很記得 中五那年暑假 我出錢的第一步冷氣 紅白跑 那會補習 暗淋浴 不是補習的 那裡就二千五百元一個月 出糧 然後我就拿了二千二百元出來 買一部冷氣 多帥 好帥 從此一家之主的地位 就過了 你爸爸 怎樣 因為我交多電費 我媽媽那些 精打細算 那如果你開冷氣 那你不去到最晚的那一刻 我也是 都不開 然後四點多鐘 他就會關掉冷氣 然後轉風扇 不是 他說為什麼 轉不轉風扇 轉不轉 風扇到五點多鐘 再開 因為那些冷氣 就是凝固的空氣 那就不用開了 對 都在凝固的 就是這樣 熟了一陣 然後熟了的時候 五點多鐘 就會出來開了風扇 然後七點多起床 你就會發現 你不覺得是中間關掉冷氣 其實坦白說 睡著了 我自己覺得是沒有那麼熱的 你的毛孔放鬆了之後 你沒有個人醒了那麼熱的 你看你旁邊有沒有人一起睡 這個也是 這個也是 看看你什麼年紀 你十多歲都是熱的 一直排而排都很厲害 小孩子都很熱 現在我和張Sir 就不太覺得熱 我們就會怕冷 我們就怕冷 我也開始怕冷 所以我都盡量把冷氣拖到最後才開 拖到最後很難頂 我又不太好 那你洗澡 整家人一齊 一洗完 洗完出來才一次過開 不行 現在都七八點就開了 即是你習慣了 你習慣了開就是這樣開了 很浪費 我媽媽就說 這個禮拜頂不上就要開 我說先捱一下 不是說什麼 我說不是說錢的問題 雖然都失業 我說現在開就差不多開到十月了 我說五月開 我說五月頭你開 開到十月才停了 所以我去年就練了一身好武功 因為去年那個冷氣不能開 做了一部流動的那部 Gap go小路寶 你也不搞了 真的沒得搞 他開完之後一整間房子都熱了 然後整個暑假 是沒有開過冷氣 不能開開受 對 又能頂住 那還可以的 真的可以適應到 但我不習慣到 其實風扇是可以的 但有些人怕風扇 多大面吹 又說會麻痺 我我的老婆 女人最怕是吹風 你知道嗎 我不會吹風扇 你自己喜歡吹風扇 吹頭髮吹來,很煩,吹下吹下 那你有沒有問風扇? 風扇都會說我不喜歡吹著風扇,很麻煩 那你沒有說喜歡不喜歡吹風扇 我不知道,我很麻煩的風扇 好像你家廚房的爐頭一樣,你喜不喜歡很大火? 這些不是問題,也不是答案 我個人是不喜歡吹風扇 那你又不開冷氣,又不吹風扇 忍耐瓦,我自己覺得人可以忍耐,可以抵抗 誰叫你窮,就硬笑 以前哪有冷氣,不是這樣說 大家好,你們收聽的是234channel,新的網點台 234channel,大家真的要聽聽,我也很想聽 我是誰?我是李建達,香港創作人 那你真是很想聽,我會不會聽到 我是李建達,香港創作人 有紀念,香港創作人 我本來的不得可不得了 我不是說,我會不會聽到 你真的不知道,我會不會聽到 我會聽到你嗎? 你怎麼會聽到我? 我會聽到你